交通部日前宣示预计民国116年完成花东铁路双轨化提升运能 而近日台铁局加快脚步 会看台东北南乡加峰地区路段办理土地征收工厅会 立委刘兆豪要求路段评估和土地征收 需考量地方意见减低对农民的冲击 农民直言不会指出路线规划影响农地以及后续农业施作 希望有关单位对此进行路线调整 双轨化的建建它有一部分要改路线或者是连线的拓宽 那难免会对我们原有的居住环境 它都会有某一方面的影响 有关台东重大交通建设的花东铁路全线双轨化计划 109年完成环平通过 交通部铁道局预定2022年底施工 2027年10月全线通车 而工程初步拟征收台东北南乡加峰地区部分农地 为此立委刘兆豪邀及相关单位实地会刊 听取地方意见在安全无欲的前提下 规划设计以对农民冲击最小的方案来执行 听取在地民众的一些意见 特别是在将来双轨化这样的规划的路线上 对希望能够第一方面能够安全一定要注意 然后第二个能够在本与专业的这样的考量 希望能够对在地的农民的朋友的冲击 能够降到最低 交通部铁道局强调 铁道路线出陆野战后 跨过陆野西桥至山里战间 原油轨道转弯半径有三处小曲线 列车只能以时速90公里行驶 考量现行不佳 因此规划将转弯曲线半径加大到1200公尺 提升行车速度到时速130公里 而对于民众的意见 铁道局允诺尽速重新评估 并向地方说明办理情形 这是沙大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